這個影片想說有關於什麼叫Ionic Bond Ionic Bond其實是怎樣形成的呢? 首先一定要有Ion這東西才行 Ionic Bond叫離子件 Ion就是我們平時聽說的離子 那怎樣形成離子這東西呢? 怎樣形成Ions這東西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Ions分兩大類 第一種我們叫做Cat Iron Cat Iron通常都是帶Positive Charge 帶有Positive Charge 帶有靜電荷的 待會我們看看怎樣帶靜電荷 另一種我們叫做Anion Anion就是帶Negative Charge 怎樣形成Positive Charge 怎樣形成Negative Charge呢? 我們試試看吧 譬如說現在舉一個例子 Cat Iron 現在我有Sodium Metal OK Sodium我們先Record一下 它本身的Number of Electrons 應該是排11 有11顆Electrons 所以第一個Electron Shell有2顆 第二個Electron Shell有8顆 第三個Electron Shell有1顆 如果我們看的時候 它的Electron Arrangement是281 OK Protons的數目 是等於正11 Electrons的數目是等於-11 因為Electrons的Charge是負 Protons的Charge是正 如果兩個加在一起的時候 11個正再加11個負 當然Overall charge都會是0 OK 好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想 一個普通的Atom 它們很想要達到一個 相對來講Stable的狀態 Stable的話 即是像一個Noble Gas OK Sodium可以變成Noble Gas可以走兩條路 第一 它可以將最外面的Electrons 踢走它 OK 踢走它的時候 Sodium 的Electrons的數目 就會變成第一層有2顆 第二層就會有8顆 所以這個Arrangement 我們就會寫作200 這個就是最似 最接近的一個Noble Gas 的Configuration 好了 它會不會不踢走一顆 而反過來吃7顆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 不過它所需要的能量 當然是踢走一顆 容易過吃7顆的Electrons OK 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 好 當我們 Lose了一顆Electrons的時候 有一顆Electrons 走了出來 OK OK 這個可以不要理它 OK 這樣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個狀態 我們試試看看 Protons的數目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變 都是正11 但是Electrons的數目 在這裡 現在只剩下200 即合起來只有10顆 所以就是-10 所以整體 我們看到 它的Electrons應該是-1 OK 當我們由Atoms變成Ions的時候 這個狀態 我們叫Ions 我們就要加一個括號給它 一個中括號 然後在中括號的右上角 寫下它的Charge 你看到 剛才寫的數字是-1 我們就在右上角度加負 OK 不用寫1 因為其實好像數學一樣 就是把1乘以某 一個括號裡面的東西 不用乘 OK 不需要特別寫1 我們就寫負 就可以了 OK 好了 形成出來的 Electron Diagram of Sodium Iron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塊有個名字 這塊我剛才已經讀了一次 這塊就叫做 Sodium Iron OK Sodium Iron 它的Formula 通常我們看到的時候 就叫做 Na 正 Na 這個就是 Sodium Iron 好了 那就是說 簡單來說 Cat Iron 就是一個帶有 Positive Charge 的東西 OK 而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是把一顆的Electrons 踢走了它 OK 而形成的 好了 怎樣去計算它的Charge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Proton 和Electrons 的數目 去加減的方法 去相加的方法 就可以計算到 它的Charge 是多少 這裡是正1 對不起 正1 先補充 差點搞錯 OK 好了 這是正1的11 它增加10個負 這是正1 所以這裡應該是正1 OK 你看到 Sodium Iron 就是 Sodium Plus OK 這個就是Cat Iron N Iron的Formation OK 譬如說 Chlorine Chlorine 它本身的Arrangement 是2 8 7 好了 這裏就是2 8 7 然後 同樣的情況 Atoms 很想要變成 一個近似Noble Gas 的Configuration 這個Chlorine 最近的Noble Gas Configuration 是哪個呢 當然2 8 不是 它最想的 會變成2 8 即是像Argan的狀況 狀況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Chlorine 它就會在外面 吸了一顆Electrons 回來 好了 這顆額外吸的Electrons 我們會用第二個Symbol 代表著 OK 好了 這個Symbol 是一個Ion 當然要像剛才那樣 再加一個括號給它 OK 接著我們就在它的右上角 寫回它的Charge 你看到 額外加一粒負的東西回來 所以就是-1 我們剛才說了 1是不需要寫的 OK 好了 這個就是 那個Ion 它的Electron Diagram 好了 我們看看它的名字 本身它叫做Chlorine 但是 它變成了一個Ion 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改名 叫做Chlorine Ion 將它最後的 這三個英文字母 由Ine 變成Ide OK 這個過程 我們就形成了一個N-Ion 好了 它的Formula 應該怎樣寫呢 你看到 剛才是Cl 這個是它的符號 然後它的Charge 是-1 所以我就寫負 OK 好了 當我現在有一個Cat-Ion 還有一個N-Ion 在這裡的時候 就好像兩塊磁石 它很自然地 一粒正 一粒負就會黏在一起 OK 不只是兩粒黏在一起 其實可以是 很多很多粒黏在一起 OK 所以Ionic bond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bonding 它可以由不同方向性 都可以走到attractions between each other OK Ionic bond 就是form between two ions Cat-Ions and N-Ions OK Through Ionic bond 如果我們最基礎去理解 Ionic bond 就可以這樣去理解 下一個video我們會講一下 Ionic bond裡面 如何寫一些compounds的formula OK 這個希望可以幫到你 HC